Hello Hello 之前有很多朋友問到 在台灣買樓或租樓有什麼要注意 今次我會多說一些 但是我不是介紹房仲給你 又不是告訴你買樓多少錢 租樓多少便宜 而是我想說 在你租樓或買樓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事跟香港很不同 他們的字眼上很不同 他們的間隔款式也很不同 他們的生活機能上的適應怎樣去設計 也是很不同的 所以今次就會多說這些 第一樣就是透天 現在你看到這四棟就是四棟的透天 這裡也是透天 是不是漂亮很多呢? 剛才很舊吧? 再給你看一下 這個也是叫做透天 即是說透天是一棟的 一棟一個門口進去 由一樓上到二樓 二樓上到三樓 三樓上到四樓一路上 都是一條樓梯上一個空間 就叫做一個透天 剛才是有四五個透天黏在一起 它們都是叫做透天的 好了考一下你 這個是透天還是不是透天? 但是它也很舊 但是這個我們叫做公寓 公寓 是一條樓梯走進去 有幾個單位 幾間屋的 你看到中間有條樓梯 這樣的煙通位 有一個窗口 那個樓梯上去 就會有兩個或三個單位 其實香港也會有的 一些舊樓 那些就叫做公寓 即是說透天上去只有一個單位 公寓上去就會分幾個單位 幾家人一起住 那大家當然都是走樓梯的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透天還是公寓? 它一個門可以進去的 應該是 上去是類似的一個單位 這個是別墅 是不是很好玩呢? 沒錯這個是一個別墅 但是不是太英俊的別墅 所以難看一點 有些人現在就叫做透天別墅 將它的名字改成 即是說我們最少看到舊樓 或者是叫走樓梯的樓 我已經分了幾樣 一個叫透天 一個叫公寓 一個叫別墅 另外一個字 你們要知道的 就叫做乾濕分離 你看到這個廁所很新 這個就是有乾濕分離 是有乾濕分離的廁所 而這個呢 舊少少的樣子 就是沒有乾濕分離的廁所 即是說有乾濕分離的 就是你洗完澡之後 就不會整個廁所都是水 它會幫你隔著的 沒有乾濕分離的就濕透了 天台有什麼用呢? 就是放這個大水缸 另外呢 就還可以用來曬衣服的 其實除了裝水和曬衣服之外 天台呢 它們還會改做天台屋 它們叫做頂家 即是頂樓家一件 當然是不合法的 但是一樣有人住的 因為會便宜一點 因為走五六層樓梯上去 真的都挺累的 另外呢 如果你是買樓的話 就要留意了 因為有一些是需要拆的 只不過是時限未到 每個城市都會有規範 在某一個年期之前 你已經有這個 簽建的建築物 是可以不用拆的 但是某一個年份之後 就會有不同的法例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另外住的時候 下雨就一定會很吵 因為那些雨水滴在鐵皮上面 又或者小鳥在走路 當然要解鑿腳踏腳踏腳踏腳 也會吵得瘋 好啦 我們知道不同的字 之後 就可以去看樓 這些樓是比較舊的 但真的是有人租的 而且都比較快風 可以租出 可能是一個禮拜之內 就租了 因為可能大家在香港的ard 跟这边的人要求的屋又不同 这边很多人要求方便上班 只要有屋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用网络的找屋网页 可能你早上看到一间屋 下午再问就已经租了 这个台北就最常见了 如果你在其他城市就可能到了夜晚就没有了 慢一点点 因为租盘在台湾是出得很快的 因为很多人都要租屋 因为买屋实在太贵了 所以大家就会来租屋 而且很多人觉得我租屋每次都是租新屋 那不如租屋就好 为什么又要买一间屋这么辛苦呢 如果刚刚的不合心水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複式 楼中楼 是不是好像拍戏那样 看上去老爷在楼下 不是在楼上看下来 叫少奶上去 这里就是老爷在楼下看的位置 看到少奶在楼下吃水果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一层楼里面有三层楼 你看到这里有三层楼 但是楼上那层楼就是这么高 三层楼怎样分布 入门口就是厅 楼下就有人是厨房 或是房 或是厕所 最高也是两间房仔 是不是很有趣呢 香港一定没有见过 是不是 而在台湾很多时候都会见到的 另外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装修 这一层楼呢 就会这样让那些猴突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地搏 这里会架开窗 放一个抽水的摩打 然后这个露台会 不知道为什么挖烂了 下面会种花 这个很厉害 这个就是家里面有升降 是你自己家里面的自己升降 刚刚说的就是没有分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什么地方的 差不多整个台湾都是差不多分的 那当然台湾政府都会有国宅的 即是等于香港的公屋 那如果你有需要 又或者那么合适 你够资格 你就可以申请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 投资移民过来 你就真的没有资格申请的了 因为应该是不合乎 他们所有的资格的 那另外如果你觉得 哎,过来 我不如去买一幅田 买一幅地 OK的 这里买田买地 并不是很贵的 但是当然它是有它的限制 譬如你这个田 有几多地方是需要种东西的 有几多地方是可以建一间屋的 那间屋里的用途都会有限制的 那如果你喜欢今次的video 你觉得里面有些资料 你觉得有用的 不妨可以share一下 like一下我的facebook 又或者我这个直接的youtube 另外如果你有什么comment 或者有什么想问 有关于租屋 买屋 需要留意的地方 都可以在楼下留言给我的 下次见 拜拜